你不想要去 清朝 我可能没有办法帮到你了 那再想想办法呢 我可能连自己都帮不了了 徐总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话还没说完 能耽误几分钟吗 不好意思 两位先出去等一见 不好意思 我还是想请各位看几张图片 这个照片是我拿手机随手拍的 不专业也不清晰 但是这些画面 是能够打动我的 我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 最繁华最便捷的一线大都市 可能偶尔见到这样的照片 也是划手机的时候 在某个新闻图片里 但我是亲自去到那儿 跟他们生活了半个月 也感受到了 环境带来的限制 最原始的种植手采技术 还有最淳朴的人心 都说像游新生 茶也游新生 不掺甲是这个时代 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其实我之前走过一条 迷失的路 我就是想踩着捷径 快速得到财富 也是因为去了这个山里 我才找回了初心 说句实话 贵公司是我唯一能争取的 最后一家公司 我之前去的公司 他们都说我的项目没有亮点 我知道现在资本市场追求想故事 可这就是我的底气跟亮点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真实 不虚构 我是真的想把这个茶厂做好 如果你们愿意投资我 我可以把自己的利润空间 降到最低 这个项目我不想挣多少钱 我就是想让那些山里的孩子 有饭吃有所遗 我想完了 很好 我觉得很好 这样吧 我给你开一个条件 把你这个项目 整体打包卖给我们 你刚才不是说为了创业 你们全家倔债 一旦这个项目失败了 就有可能一无所有 那我们现在可以给你开出一个 很好的价格 只要你这个项目 好吗 我知道在各位眼里 这只是一个赚钱或者不赚钱的项目 但它对于我而言意义重大 如果不是投资只是买断 但我不能接受 如果这个项目任何人接受 最好的结果是 它没做成 那那个小山村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担心的是 一时的成功 会让资本碾压掉它的生产方式 会替代工人的双手 逼他们量产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 破坏了那个山 破坏了那儿的茶 还有那儿的人 这个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顾小姐 有时间的话 我想和你再多聊两句 有时间 这边请 好 住啊 住啊 早上又起来啊 大红包来了 对啊 干嘛啊 儿子 妈妈回来了 妈妈 妈妈 我来一起玩了 爸爸 你看 妈妈给你带什么了 好 你去跟爸爸玩好不好 妈妈累了 是吗 陈姐 你带子言去楼下玩吧 好 子言 走 咱们下楼去玩 走 下楼 情绪不高啊 是不是投资不那么顺利 今天最后一家了 明天我都不知道要去哪儿 不知道去哪儿咱就休息呗 你知道今天投资人跟我说什么吗 他让我把茶厂放一放 他挺看好我的 让我去他们团队上班 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那肯定是该笑啊 我老婆牛不牛 我这儿还求不来呢 他倒惦记上了 老婆 他这样投资人啊 给咱们投资 咱都不要 其实我今天跟他们 讲茶厂的时候 我也觉得咱们的茶厂 就是一块藏着玉的宝石 他们只要给我钱 我就能开采出好料 如果不懂的 到时候后悔去吧 让他们后悔去 喂 你好 好 好 谢谢 老公 什么情况 他们投了 投了 太好了 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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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终于投了 怎么说 还是按我说的比例 那咱们怎么庆祝啊老婆 你想怎么庆祝啊 我们能吃顿晚饭 来 我来坐 真的 我来坐 感谢老天爷啊 多点让给我老婆投资吧 这样子我听天就晚饭吃了 帮我摸一下这个衣服呢 我这个衣服是姿妈妈的 你的老啊 帮我把那个鞋子来看一下吧 这双赢的是吗 对 你全改不了衣服 又是那个人 又是那个人 上次正能迷你四个小时 你不帮我试一下吗 这双鞋我们还有其他颜色的 您要是喜欢的话 再给您试试 我们的鞋皮都很软 来 所以穿得都很舒服 上次在健身房 你也是这么热情地蹲下来 帮我开跑步机 看来你们这种就服务性行业的人 都很难放低姿态来迎合男人呢 不是 是客人 是不是我有什么服务不周到的地方得罪您了 还蛮漂亮的嘛 对吧 那您慢慢选吧 我要去吃饭了 所以你要拒绝我有服务了 我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工作能力有限服务不好您 我找我的其他同事 我只是占用了你一点时间跟业绩而定 你就这么不高兴啊 那你应该很可以体会得到 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占的是什么滋味吧 就这条吧 送给我老公的 买单 这个戒指是梁真贤七年前送给我的 虽然我们没有公正结婚 但是香港的亲国好友们都知道我们是夫妻身份 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 但是我知道 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在工作了 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的 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 正是梁太太的身份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她抢走 所以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 保留一点尊严的话 自己退出吧 这个人的话你也不能全信 当初我们也查了呀 你不也试探过她吗 怎么就冒出个七年多的女人来 可她能有梁正贤的卡 两个人关系肯定不简单 你先别着急 我觉得这种事必须当面讲清楚 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呀 我嗯 欧佳 我现在感觉真的特别不好 从她那几次故意接近我 她就是有变而来的呀 你现在 给梁振先生发条信息 你就跟她说 你有急事 想马上见到她 让她飞过来 他怎么说 他说他这几天忙 飞不过来 不好意思 这个包是我们的陈列品 不能卖的 你说陈列就是陈列啊 牌子呢 我们摆着 哪儿摆着了 我有告诉你啊 我是你们店的常客 这要是摆着警供陈列呢 我知道是不卖的 这包旁边又没摆着 警供陈列凭什么不卖啊 我就是看上这包了 我说各位 来来来 都帮我做个证来 你们看看 这儿哪摆着 警供陈列的牌子了 真是的 反正我就是要这个包 来 给我包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限量定制款 真的不能卖的 我说你什么意思呀 败着不卖 店大欺客啊 你今天这包还不卖给我 我打电话给工商局举报你 真是 您看这样行不行 怎么了 这包呢我是要定了 你们又没有写什么 警供陈列的牌子 欧曼妮 是你做的包旁陈列吧 牌子呢 实在是不好意思 Nancy 你先给客人开单 跟我过来 进去吧 进去吧 对不起 是我的失误 我 我当时可能有点事 我就放下了 失误 不 你知道那个稀有皮鲜两包多少钱吧 买足了其他东西也要挑人买的 现在好了 直接被人拎走 已经算是重大失职了 销售精英是吧 我告诉你 总部的单子你吃定了 我现在就去给店长汇报 好 喂 是 是我 如果明天你不过来 我就去香港找你 没什么 你过来再说吧 好 我等你 你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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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怕我有什么过激行为 是不是啊 所以不愿意在咖啡厅见我 把我叫到你的房间了 是怕我披头散发地跟你撒泼是吗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赵静宇了找我了 她是不是你交往了七年的女朋友 你一直坚持说的单身 原来就是这么个单身啊 我是隐瞒了你一些事 隐瞒了这个人 这些错都在我 是 是我没有告诉你她的存在 可是她的出现 就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第三者 你不要这么说自己好吗 是我这么说自己的吗 是你把我弄得这么的不堪 曼妮 先别生气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 我就很确定我爱的是你 我愿意为你 离开赵静宇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啊 毕竟她跟我七年时间 还有很多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分割 所以这就是不婚的好处对不对啊 只要以爱的名义 你们就可以轻易地选择离开 没有任何的负担 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全感 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全感 这都是我的错 给我点时间我真的会处理好 我马上回香港 等我处理好赵静宇 就搬过了上海和你定居 让你这里有个家 我从来没有为一个旅人做过那么多 等你先把赵静宇的事处理完 我们再聊吧 好 曼妮 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接 我很担心你啊 我已经跟赵静宇说好了 从我们共同的公司里 吃掉所有职务 明天我就回香港去办手续 这一次 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只爱你一个人 陈姐 您帮我把这些换季的衣服送去干洗店 好的好的 这怎么还这么多东西没掏出来呢 我们家幻山就这样 永远都不知道掏兜 佳佳 这衣服不少我去拿个兜子装吧 好 什么冰淇淋店啊 什么冰淇淋店啊 排这么长的队啊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太甜了 不会喜欢的 你吃过啊 吃过 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 说是让我体验一下年轻人的喜好 排那么长队给你买啊 我也不知道要排那么长的队 我随便吃两口就扔了 我早上把衣服送出去干洗 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 我还以为你跟哪个小姑娘约会去了呢 小票怎么会在我兜里呢 徐总 嗯 你太不通人情世故了 像我们这种人一般干这种事的时候 就是等着老板报销呢 是这个意思啊 那怪我反映得太迟钝了 北京我也不会再去了 这钱也还不上了 这能有多好吃啊 尝尝不就知道了吧 我买单啊 我会跟你讲 这次还是以销售和产品部门为主 客户答谢礼还没确定 今年是徐总您定才买 还是像往年一样让再解决 我早上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 我还以为你跟哪个小姑娘约会去了呢 徐总 徐总 什么事 客户答谢礼您的一件事 让顾佳定吧 算了 我怕她忙不过来还是你定吧 选我后告诉我 我签字 还有什么 徐总 这个机座人事考核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您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让人事部下发了 投资款已经到账了 但是每一块钱都有去处 资金压力还是吃得很简单 雨空山茶现在的销售业绩 还是在拖廓我们的烟花公司 所以要想办法尽快盈利 我会再想想怎么拖廓一下销售渠道跟思路 对了 徐总前几次去北京的差旅费还没有报销呢 我早都帮她整理好了 估计她又忘了 你过来跟我拿一下 好嘞 上个季度的财务保表我看了 有些地方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把它标志出来发你邮箱了 到时候咱们俩再找个时间碰一下 好嘞 我回去看看 你看 还真在这儿 好 那我先回去了 老胖 我让悠悠去采购给客户的打写礼了 这点小事 就别给你增添负担了 嗯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刚刚在整理你报销票去的时候 发现你藏了个小英雄 这你在哪儿找到的 是我买的吗 我想起来了 这第一次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 我给个儿子买了好多玩具 那我包里了 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 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你不是帮我找票吗 票都在抽屉里啊 你这语气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就是儿子的好朋友安安 特别喜欢这个巴斯光年 要不然咱们送给安安吧 行 反正是给儿子买的玩具 他决定 谢谢老公 好 我想起来了 这第一次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 我一个儿子买了好多玩具 弄我包里了 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 姐 姐 咱是直接回家吗 嗯 直接回家吧 好 陈旭 我最近的经历都在查厂 如果徐总有什么私人行程 你帮我记一下到时候发给我 什么意思 公司要报账啊 油费跟行程对得上才能报销 姐 你就是怀疑我供车私用啊 所以才让你私下发给我了 供费的部分公司报 你身用车我给你报 好 那我明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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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啊 好 我还好 好 不是 我心里面的 你不是的 好 我先上去了 给你留门 你干嘛心虚啊 对啊 我心虚什么呀 你干嘛呀 你四个轮都坐腻了 想换两个轮是吧 那孩子多大呀 成年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 朱昌 你是不是太过了 你怕你爸你妈受不了 你让我帮你瞒着 我就不注意点影响吗 这是我单位家属楼 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他就是我一个同事啊 同事 同事成天接你送你 骗谁呢 满哥都看见两次了 你以为那摩托车好做吗 你不读书不看报 你不看个新闻啊 这一年摩托车死多少人 你不知道吗 你别太放飞自我了 我告诉你 你说谁放飞自我了 我死活都跟你没关系 我马上搬出去 你就安心吧你 那最好 我还怕你在这儿住惯了 赖着不走了 我下半辈子赖着谁 我都不会赖着你 钟晓阳 你把那个店铺的 汇总文件给我一下 钟晓阳 小秦姐 请她有点快递 小秦姐 请她有点快递 谢谢 时间要不吃 吃饭 起来走 脚热 来 好 吃饭点 哎呦 时间到了 来 吃饭了 这咋样 走走走 吃饭了 吃饭了 来 吃饭了 鱼鱼 吃饭了 别客气了 吃饭了 你不去吃饭啊 吃 不吃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秦啊 嗯 这咖啡机又报警了 你休一下啊 嗯 小周 下班了 嗯 哦 你干什么呀 钟晓阳 你干什么呀 钟晓阳 钟晓阳 你把包还我 上车 你发什么神经 我带你去个地方 钟晓阳 你干吗 停车 我还不想死 门 停车 你疯了吧 你抽风能别拉着我吗 不想跟你一块儿死啊 谁说要带你一块儿死了 那你干吗 你干吗 以后这个头盔 就只有你一个人能带 再说的臭 就是你自己头臭 我发的真是臭 幼稚 我就送你 你可是你自己头臭 你随着你 你因为这样子 我先追 他叫你 性恶 你为什么 叫他 你不能喜欢我 我 我给你 我是你 我比你大六岁 我们是同事 我还离婚 所以呢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 那按你说的 只要比我小六岁 没离过婚 不在咱们公司 我找谁都行呗 你别跟我开玩笑 我开不起玩笑的 我没开玩笑 我之前交过五个女朋友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认真过 这么多 拜托 钟晓芹 我的重点不在这 就是很多啊 不多吗 那你交过几个男朋友 暗恋不算的话 只有我前夫 你还没有果多呀 离婚怎么了 你之前的六年 就当做白活了 我就问你 喜不喜欢我 要不要做我女朋友 我这样就想要不要做 不要做我 不像你 就想要你 我可以不要做 好 又做摩托车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 你头发都压扁了 2个字幕将近日放置 1个字幕 加点亮 5个字幕 焦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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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κα菌 焦点亮 你和那 和那摩托车 在一起了 你和那摩托车